如果你打算了解或学习现代C++,那你可以关注我一下 我正在制作和更新一个开源的现代C++核心语言特性教程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问,什么是现代C++? 简单的可以理解成是C++11及之后的标准引入的新特性集合 这是因为在之前,C++更像是C语言的增强,并且存在很多问题 例如,资源搬运效率和管理问题 而在C++11标准中,引入了大量新的特性 不仅解决了老C++的很多问题 而且在理念和风格上也与C语言有所不同 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版本 所以大家就把它作为了现代C++和老C++的分割线 一般每个标准发布,对应的就是一系列的新特性 所以我们了解现代C++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了解新标准中的新特性 于是我按照C++机以后发布的核心语言特性 制作了一个开源并且强调动手实践的现代教程 这个时候可能又会有人问,什么是现代教程 它大致结构有视频、文档、代码练习、社区这四个特征 并且非常强调动手实践 因为计算机不是一个只看理论就能学好的学科 更多是要通过大量的代码练习和实践来学习 目前教程的视频已经发布了13期 每期视频都讲解了对应的核心特性 教程中也给每个特性设置了对应的代码练习 并且提供了自动化代码检测程序 让我们能实时看到练习代码运行的结果 我们完成练习时,它也会提示检测通过 并能自动进入下一个练习文件 同时进度条也会加一 通过这个检测程序 我们可以像打游戏一样做代码练习 避免了手动且重复编译程序的繁琐 教程内容也开源在getHub上 支持社区共创 大家可以通过PR来修复教程中的问题 甚至参与教程中练习代码关卡的设计 同时在论坛中也提供了项目专属的讨论板块 大家可以在这里分享代码或寻求帮助 进而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 最后,教程还在每个练习中 提供了CPP Reference参考文档的链接 让大家能养成通过使用CJR手册 来解决问题的习惯 这可以说是CJR成语员的必备网站 甚至可以夸张地说 它也是一个入门CJR的重要标志 如果以上四个特征能很好的运展 并形成闭环 那这个教程就能称为现代教程 这也是我的一个教程制作的尝试 下面再介绍一下这个教程适合的人群 以及完成它能够学到什么 一般想学习和了解现代CJR的新手 或者对现代CJR有一定了解 但又有点模糊的朋友 可以通过项目的练习代码 进行复习和加强 而对于能学到什么 最重要的肯定是CJR标准 及之后的核心特性 同时还能培养如何使用Gate Github 开源项目 甚至参与项目开发的经验 因为整个项目是放在Github上 而且非常欢迎大家共创打磨 还有就是使用CPP reference手册 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后欢迎对这个教程感兴趣的朋友 关注我 在视频的PR 我会演示如何搭建教程中 代码练习的环境 同时也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视频 非常感谢 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